如果你的生意愈做愈大 你除了帮助愈多的受用之外 你更加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在你的公司有一個好職業 Hello 各位朋友 你好嗎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Brandshot Show 這一集是專門跟一些想創業 又或者已經在做生意的朋友 一個很重要的對話 因為為什麼呢 我會說有四個很重要的元素 是做生意的朋友是必須要知道的 OK 無論你來自哪一個地方 國家 城市 其實想法是一模一樣的 你做哪個行業 你是賣一些B to B B to C 你賣產品或者服務 其實想法是一模一樣的 OK 今天所說的這四個很重要的元素 是一個基礎來的 你令到你的潛在客戶 為什麼要光顧你 而不光顧你的對手呢 這四點當你明白了的時候 是會令到你的公司 令到你的生意是不一樣的 好了 我建議大家是拿字拿不出來 好嗎 如果你平時喜歡我們Brandshot Show這個節目 你要做的很簡單 如果你想支持我們的話 你最重要的支持就是 把這個播放 首先就是你分享出去 然後當然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好 我們很快來到今天的內容 生意的本質是什麼 生意的本質就是 你看到這個市場上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 那你就會用你的產品或者服務 是解決現在你看到這個問題 OK 公司的成立產品服務出現的原因是這樣的 好 但是 我們的用戶 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 你要開始 這間公司 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大家是需要幫你的消費者解決這個為什麼 為什麼 剛才我們說過就是 當然是要解決 市場上要解決問題 例如說你開餐廳 解決什麼問題 吃東西不是飢餓的問題 當然是 有時候我們一間餐廳 我們解決一些已經不是吃東西的問題 可能是解決一些身份上的問題 開一間很premium的餐廳 吃到的 就可以代表你的身價 你的地位 所以每一個產品服務都是解決某些問題 好了 作為消費者 我們也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但是同一時間也是消費者 消費者會問 為什麼你開始這間公司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 他會問原因 我們買很多產品 你有沒有發覺我們不一定是 因為那個產品有什麼特質 有什麼特別而買的 很多時候我們會因為他後面的品牌 他帶出了什麼的信念 什麼的特質 而令到我們購買或者幫忙 或者支持某一個產品 或者公司 對不對 之前我們也有些 episode說 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個產品 因為他的產品 他代表那種精神 是跟我一樣的 所以我會幫忙 或者我們的 brand story 為什麼這個founder 會開始這間公司 如果這個founder 其實我給大家看兩個 scenario 第一個founder 他會說什麼 就是 你開這間公司 說有什麼 Brian 開這間公司 我的原因就是 只是想賺錢而已 這個叫A 第二個就是 我開這間公司 就是因為我之前 我自己有這樣的經歷 我看到 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那個的 惆悵在哪裡 所以現在我有一個使命 就是我要幫 我們一班很大的受眾 我不想他們好像我以前 那麼迷惑 那麼辛苦 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的暫時就是 我要幫更加多的人 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間公司 是成立 是對社會的大眾那麼重要 這個叫B 作為一個消費者 就算他們兩個產品很相似 甚至乎一樣 你會幫襯誰 把你的答案打在下面的comment 那不用想了 不用選擇了 一定是B 如果你的答案是B的時候 是不是現在看到 為什麼這件事的Y 為什麼你公司成立 是這麼重要 但是有很多我們 start up 或者是做了 就算做了很多年的公司 做了很多年生意的朋友 也會忽略這件事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聽到很多的 我們的客人說 這些這樣的使命 那個Y 不是只是大公司才重要嗎 好了 邏輯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的Y很清晰 他的原因出現在這個市場 那個使命感很大 所以令到他從一個很小的公司 去到一間很大的公司 受到很多人支持 可以嗎 work on 你的原因 為什麼 錢是一個的結果 當你幫很多人 有使命感 幫很多受眾 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錢一定會來 錢只不過是一個結果 不是你的原因 開始你的生意 No 這個也解釋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 做一輩子的生意 或者是想開始做生意 這麼容易失敗 或者一輩子都做不到 就是這樣 他們的感覺就是 我可以做生意 只不過我想賺錢 當你有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你猜 你的客戶不知道嗎 你猜他們不知道你只是想賺錢嗎 你猜他們不知道你心不是幫他們 很清楚的 所以那個Y 這個是一個使命 這個是一個責任 做生意是一個責任 可以嗎 好了 第二點 你要決定的就是 究竟你想你的公司 多大 多小 你想你的公司有多大 只不過是在做這條街的生意 做城市的生意 做全國生意 做region的生意 還是 global生意 決定了你的 終點站 OK 當我再解釋下去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為何我們的終點站重要 好了 我想問你 如果你跑100米 和馬拉松 你的籌備 你用的配件 你穿的鞋 會不會有不同 你的訓練模式 會不會不同 你需要的資源 會不會不同 當然會 當然會 不然人會一字這麼淺 100米和馬拉松 練的方式都不同 需要的都不同 裝置當然是不同 沒錯 是不同的 距離關係 令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是不同的 即是說 你這間公司 你打算做得多大 或者做得多小 是不是會令到你 作的決定 之後所需要的東西 會不會不同 是不是 所以第二點 決定了 究竟你的公司 想去到什麼規模 我們reverse engineer 由那個 終點站 慢慢帶回去 現在開始的一點 沒有目標 那你怎麼開始 沒有目標 那你怎麼做任何事情 因為當你明白了 第二點 就是你究竟想做多大 或者多小 之後 那就會涉及了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 你這個 business model 你用什麼的營運模式 來做這個生意 你現在知道多大多小 如果你知道多大多小 你就知道你的營運模式 是怎樣 是不是 如果你只是做一條 街山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搞這麼多 你就在下面排傳單 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想 你這間餐廳 是做一個 向著這個世界 你想開一間 Franchise的目標 你想很多地方 都會有你這間餐廳 是不是所涉及的模特 是否已經不同了 你就算說 你宣傳的角度 你宣傳的方法 已經不同了 所以你看到的串連 第一個就是 你為什麼要開始 你這個生意 第二個就是 究竟你想做多大 第三個就是 究竟 因為你做多大 而衍生到 有很多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有很多種的 比如說 你開 retail 有一個 business model 你可以做直銷 另外一個 business model 你看到有很多是 一些provided free的 service 然後又有一個 free的 service 再衍生其他 pay的 service出來 另外一個 business model 是不是有些 我們叫做 platform的 business model subscription的 business model 沒有限制的 business model 數以千計數以萬計的方式 做生意 但是這個也涉及到 究竟你想做多大 多小 你可以運用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來做你的生意 可以嗎 要work on這件事 OK 好了 當你現在知道 用什麼 business model 但是也回到 剛才我們第二點那裡 你想做多大 幾小 你的 model 是怎樣 接著這裡就衍生到 究竟你需要用什麼資源 資源通常有兩種 OK 這個就是人力的資源 就是people 第二個就是用什麼技術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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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你發覺當你的生意要做得越大 的時候 你需要的人和技術 和技術 相對你的生意做了一輩子的時候 那種人的要求是不同的 如果我就這樣在樓下這條街上 開一間地方買一件衣服 賣衣服 其實也沒有什麼涉及有什麼技術 需要用 或者有很多很厲害的人才 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是打算做一個世界上的生意 那你所用的人和技術就不同了 你看到嗎 一環扣一環 如果現在 譬如說我們現在BCM 幾萬個client 全球有二三十個國家 我們現在用的方法 我們宣傳渠道 我們所用的技術 所需要的人才 是同一間local 一間business consultant 的公司 是完全用的東西是不同的 需要的人是不同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家做生意 就要考慮剛剛以上 這四個元素 但是根源就是 你怎樣幫社會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做多大 然後你知道你要涉及一些 用什麼model 用什麼技術 這幾樣就是 一環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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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環 當然那個 有很多中間 有很多 其實有哪個business model 會好一點 其實沒有哪個business model 會好一點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 就算我買同一樣東西 看著 我買同一樣東西 我都可以用不同的model 而令到很成功 例如說 我做一個VTEL 賣 賣 例如美國有間 叫做GNC 很大 全球 用VTEL STORE 來做他們的 Presence 做他的business model 當然那個網上也有 但他們是行一個VTEL 一個on-site 的shop做基礎 很成功 但你也會見到一些 My Supplement 是用一個Direct Selling 即是用人來做一個Leverage 用人來做一個基礎 我用很多人 我們不開店 我用很多人 來做我們的銷售點 也很成功 那誰好一點呢 沒有說誰好一點 誰不好 是你明白這個model 它需要什麼的resources 而把這個model 做到最好的位置 做我們的business consultant 也是 沒有說最好最不好 我們是一個很online的 business consultant 的一間公司 我們可以怎樣做到 這麼多的國家地區的client 很簡單的 所有東西在網上 我們做很多coaching 很多teaching 很多這方面的服務 我們就可以Leverage 到現在我們的能力去到哪裏 亦都是用一個科技 就是怎樣令到一些很reparative的工作 是可以放在一個processing 那裏 是令到它可以automate 這個就是思考上模式 你要問自己 比如說你熟不熟悉 比如說business model這回事 你想做得多大 這就是我們作為一間公司 尤其是founder 一個owner 必須要理解的問題 回到我們本身的責任 其實做生意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 第一個就是 你要幫到市場解決一些重心問題 這就是開公司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 因為當你公司做得好的時候 你的同事亦都會有一個好的career 記住 每一個同事後面都有一個家庭 當他在你設立一個平台 他可以在另一間公司做得好的時候 你不單止幫助出面的受眾 你還幫助每一位同事 在你這個平台那裏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事業 看到嗎 如果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你除了幫助越多的受眾之外 你還會更加幫助更多的人 在你的公司有一個好career 更加多的family 就是因為你的公司做得好 他們可以受惠 這就是做生意的責任和使命感 各位做生意的朋友 OK 希望你喜歡這集的內容 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方的訂閱 我們每個星期 都有新的內容 我們會幫助大家 是怎樣令到你的事業上 又或者你的個人上的發展 是可以走得更加快的 OK 有些甚麼想是關於這一集 關於business model 怎樣創業 怎樣令到公司再做得好些 有些甚麼建議 或者有些甚麼看法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OK 按讚我這個影片 我們在下一集的branchard show 再和你見面 Bye 用心 好 好 好